大家好,美国的媒体报道,中国是测试了时速可以达到1000公里每小时的磁悬浮列车 今年8月上旬,中国方面是进行了两公里隧道的测试 南华早报也报道,中国向飞行火车迈进新的一步 基于磁悬浮技术,未来的火车进行了真人大小的测试 就是真实的列车的测试 这次速度是620公里每小时,设计时速是1000公里每小时 半个小时内可以连接北京和上海,北京上海半个小时 我的妈呀,我难以想象那个速度 比较的话,巴黎从马赛50分钟就到了 北京西部大同目前打造的测试路线 负责该项目的工程师正在测试超级高铁技术 这个技术旨在解决轨道交通面临的两个最大问题 车轮与轨道之间的摩擦力 还有车体上的空气阻力问题 只要把两个问题解决,中国研制的火车是可以达到每小时1000公里以上 就是现在和轨道的摩擦和空气的摩擦解决这两个问题 在大同修建的铁路是长两公里 中国的航空航天项目网站公布了铁路 线外拍摄的视频 建于大同长两公里 这种悬浮的火车 更准确的说是平衡支撑自己的悬浮列车的想法 出现在一个多世纪前 从美国的亿万富翁星链老板艾伦马斯克13年发表的 关于该主题的白批书来看 13年吸引了世界各地工程师和投资者的想象力 但现在马斯克仍然未能实现这一目标 这些开发该系统的公司 在未能赢得建造可用的超级高铁合同后 于23年年底关闭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在大同建立自己的项目 试图将这些新的技术竞争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该火车未来的如果能够实现客户运行的话 未来的居住地方的遥远地方的民众 可以在半小时内到达中国的任何一个大都市 包括新疆 就可以在半小时之内 半小时之内 你可以像半小时北京到上海 你画个圈 到新疆也是一样 新疆半个小时就是早上在新疆吃个早点 中午可能就到北京 不是中午 一个小时以后到北京 半个小时以后就到了哪 到了什么大同了 就这么快 所以就城市之间的这个连接 非常恐怖的 那我可以畅想一下 就到时候中国之间的这个交通 交通 就不会再有现在想象那种 所谓的这个什么郊区啊 城区 城市市中心这种区别了 那个时候很多中国城内的老百姓 为了居住品质 可能会走向这个更远的郊区 去构建像美国 像西方那种啊 别墅 去住别墅 而不去住 去住那种高层的楼 听懂了吧 就是那种桶子楼也好 还有那种啊 高层的楼 居民楼是 不会住了啊 因为要更好的生活品质 那种别墅 对吧 占地面积更大的别墅 在郊区啊 就需要大量的土地去建 那这样的话 环境就相当于像美国一样啊 大家住的很深散 但是因为有了高速铁路 你即使坐在 是吧 你住在上海 比如说上海的郊区 你照样可以在北京工作 对吧 而且住的是非常远的地方 也可以到达市中心 而且速度会非常快 十几分钟就可以到 就这种情况 那么也就是说 实际上呢 你整个的你的居住的环境会变化 未来整个的中国的这个 居住环境 生态也会变化 那些筒子楼啊 那些高层建筑啊 市市区郊区的那些高层建筑 不会得有人太多选了 而去选择市郊区的一些别墅了 大量的别墅会出现 老百姓也不傻 是吧 有那么大空间 而且呢 还是私密的 把别墅建好了 是吧 独栋是吧 还有地下室 我也住着 想上班想进城 啊 思宣服刷就到了 你看 未来也加速了中国整个的基建 听到了吧 所以高速铁路把整个中国啊 在一个小时之内全部到达 什么西藏啊 进藏啊 什么到西藏啊 我就估计到成 从成都要到西藏的话 那就更快刷一下半个小时到西藏了 到拉萨啊 那个居住的环境和那种1000公里以上啊 那种 那个像飞行一样的速度 对未来整个中国 整个的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 包括中国的 包括我讲的 居民的居住都是有深远影响 因为居民就可以住的更远了 原来是居住在这个城市 城市群 比如北京啊 上海这些城市群的周边啊 半小时之内 现在开车半小时 或者坐高铁 或者坐这个地铁 半小时之内 或者一个小时之内 一个圈 那我这个高速铁路或者磁悬浮 我这个圈就可以沿得更大了 那我呢 就可以什么 我就可以住的更远 住更远的好处呢 我就可以住别墅 那整个未来中国的整个的 对吧 房地产行业将出现变化 有大规模的这种什么 别墅群的建设 你到美国你去看那个洛杉矶 那一片都是跟那么大农村似的 但是还得开着车啊 去买个东西 开一个小时 特别痛苦 但有了这个高速铁路 你看到了吧 你去一趟市中心 棒就知道了 难以想象 我反正本人我是难以想象 但是我可以畅想 这个东西出了以后 欧亚大陆将发生变化 那你可以想象 你在曼谷 你可以是20分钟左右 到昆明了 这个东南亚 你在新加坡 你做那个东西 1000公里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本人就到中国了 在新加坡 你可以很快就到中国了 对东南亚 整个中国 这种连接 非常强大 那么再延伸呢 对中亚 对俄罗斯 对欧亚大陆 你做这个东西 可能8个小时 就到巴黎了 8个小时到巴黎啊 你想象一下 欧亚大陆啊 一天就来回了 这比飞机快 那欧亚大陆 到时候连接 将是一个什么速度 美国 美国永远走不来 美国不需要 美国车轮上的国家 永远被锁定在车轮上 开着汽车 大皮卡 晃晃油 觉得可他妈自豪了 我真的 我每次去美国 看着美国大皮卡 轰轰在那轰的油 我觉得太他妈low了啊 都不知道 现在有电动车吗 轰那个油 好像挺自豪的 什么V几 V12 V82 那东西 那都进博物馆的东西了 未来是电磁悬浮 电能的世界 说的啊 说的有点多 但是可以畅想一下 我是支持欧亚大陆崛起的 欧亚大陆崛起 最关键什么 连接吗 欧亚大陆 你看各个国家之间 现在什么 现在是封闭状态 美国最希望欧亚大陆封闭 你越封闭 切成小块 老死不相往来 谁都不认识谁 那美国就容易 什么对你进行控制 执迷你 那这个铁路一出现 至少在整个欧亚大陆 会出现一个铁路网 会出现什么 连接 你想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大家串来门 串门来回来去 都熟悉了 连接带来了贸易 带来了什么 自由贸易 带来了强大的 竞争能力啊 欧亚大陆形成世界最大的 自由贸易体 到时候欧盟和中国的贸易 那肯定一下子又上来了 欧盟和中国之间 你可以想象 那整个经济体 再结合是现在中东啊 俄罗斯 整个欧亚大陆这种联系 恐怖啊 财富的中心 不就回到欧亚大陆了吗 美国想碎片化欧亚大陆 是吧 想殖民欧亚大陆 让欧亚大陆各个国家设卡 阻断各自的联系 做不到 所以铁路啊 这个高速铁路 对欧亚大陆意义重大 既然中国已经开始实车测试了 也说明离投产不远了 其实600多公里已经非常恐怖了 600多公里是现在中国这个高铁的两倍速度 300多公里 干到600 已经非常恐怖了 如果干到1000公里 那未来如果技术更成熟 干到1500啊 那就非常有意义了 欧亚大陆 就变成真的啊 就变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经济圈了 就不会再那么遥远 欧亚大陆真正的崛起了 就变成一个小时的经济